也要提醒大家救护车是救急用的真的不能乱用 在新北市淡水的沙伦区有一名妇人 她只是腰部轻微扭伤 就叫了119救护车带她去医院 还说呢我儿子是台大医生坚持要送台大医院 消防局认为这来回要花三个小时 这会排挤到其他救护的这个机会 这真的很不可取 在救护车上躺了40分钟 妇人最后就以这个姿势被送进急诊室 明明出淡水圈要跑到20多公里外的台大医院救诊 所未回来 16号下午妇人先打119叫救护车 说自己腰扭伤指名到台大 还说儿子就是台大医生去台大最放心 救护人员一度劝阻却被妇人反呛 不要耽误我的救诊时间 隔空受访夫人自觉没有错 说儿子在台大工作只是瞎掰 大不了救护车前自己出 但明明自家附近的淡水马街只要10分钟车程 硬要多花四倍时间到台大 不但救护人员多花三小时完成工作 更占用其他病患保贵时间 只因为闪到腰就这样大费周章 有必要吗 本来是说 你这种活动会 persons 这种活动会有没有